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今天我是在美国最北边的一个州 阿拉斯加州 一个海滨小镇叫做西华德 为大家做一些特别节目 大家都知道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的一块飞地 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州 它的面积能占到美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还要强 这么一块根本就不靠着美国的地方 它靠着的是俄罗斯和加拿大 它怎么会成为美国的领土呢 为什么会有人说 阿拉斯加是美国有史以来捡到的最大的便宜呢 今天这些问题请我慢慢给你到来 在关于俄乌战争起因的众多说法里面 很多中国人都深信不疑的一种说法是 北约东扩到了俄国的家门口 严重威胁到俄国的生存和安全 才引发了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是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地缘现实 因为北约距离俄国一直都只有三公里 要说威胁早就威胁到了 要提反击呢 俄国也早该反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故事就要从我现在所待的阿拉斯加说起 现在大家都知道阿拉斯加是美国的非地 靠近北极圈最北的一个州 它也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 陆地面积将近150万平方公里 美国面积排名第二的德克萨斯州 连阿拉斯加的一半都不到 它这个面积只比中国的新疆小一点 但是因为靠近北极圈 阿拉斯加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宜居 所以阿拉斯加的人口总共也才70多万 非常稀疏 但是阿拉斯加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 其中呢 渔业、天然气和石油是三大支柱 正因为如此 阿拉斯加现在可以说人少钱多 人均GDP超过7万美元 在美国各州排名第二 仅次于拜登的老家特拉华 它同时还是美国唯一一个会给常住居民分红的州 这是怎么来的呢 上世纪70年代 阿拉斯加每年都会从开采石油赚的钱中 拿出一部分来给本地居民分红 从1982年开始 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居住满一年的正式居民 都有权获得年度分红 比如2022年每个人就分了3284美元 一个三口之家 光分红一年就能拿到1万美元 这么富足的地方 它的历史却是很曲折的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阿拉斯加是原来属于俄国的 早在1684年 俄国人谢苗 他率领一支船队在北极探险的时候 因为海上的风暴被吹到了今天的阿拉斯加沿岸地区 谢苗就在这里建了几个殖民据典 随后的100年里 对土地极为饥渴的俄国人 沿着西伯利亚北部海岸线航行到阿拉斯加地区 先后占领了阿牛森群岛 科尔曼多群岛和白领岛 不断地扩展殖民地 但是这些殖民地 俄国人主要是用来和原住民进行皮毛贸易 而且这些贸易的总量很小 对于俄国人而言意义并不大 1774年到1800年期间 欧洲列强 西班牙 英国 法国等等 开始掀起了瓜分北美洲殖民地的大潮 在北美建立了很多颇具规模的殖民地 和这些拥有强大海军的欧洲强国相比 俄国人的海军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完全不具备在北美抢地盘的实力 俄国在阿拉斯加的几个殖民地 面临着随时可能被抢走的威胁 1853年 俄国以保护东正教教徒为借口 实则是为了抢夺黑海控制权 和奥斯曼土耳其展开了争夺 今天的乌克兰克尼米亚半岛的战争 史称克尼米亚战争 土耳其今天支持乌克兰 它是有历史渊源的 就是因为这个梗 土耳其对俄国人一直都是心怀不满 面对俄国人 咄咄逼人的这种领土野心 欧洲第一次团结起来 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英国 奥地利以及萨丁王国 也就是意大利的前身 这几个国家结盟起来 1854年9月 这些联军在克尼米亚半岛登陆 并且围攻俄罗斯黑海舰队 围攻近一年之后 俄军大败并投降 从此就退出了克尼米亚半岛 在一败涂地的绝境之下 俄国人担心英法等列强落井下石 会趁机把阿拉斯加这个殖民地也给抢了 当时俄国远东地区的勘察家半岛 已经遭到了英法联军的围攻 下一步肯定就是边场莫及的阿拉斯加 既然自己保不住 何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卖给敌人的敌人 美国呢 当时的美国刚刚结束内战不久 上升的势头很迅猛 业已成为和欧洲内强平起平坐的强国之一 所以俄罗斯就联系美国 商谈卖地事宜 而美国当时也正处于 急速的扩张土地的阶段 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当然是求之不得 双方一拍即合 最后在1867年的3月30号 达成协议以720万美元成交 折合每英亩土地2美分 真的是个白菜都不如的价格 从此广袤的阿拉斯加就成为 美国本土之外的一块飞地 1867年的720万美元是一笔天文巨款 所以很多美国人十分不满 认为阿拉斯加这么一个挨着北极圈的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力 大而无用 这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所以呢 美国人嘲笑主持交易的这个国务卿威廉·西华德 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甚至发明了两个至今都在使用的成语 西华德的蠢事 西华德的冰箱 主要就是形容蠢的不能再蠢的事 我所在这个海滨小镇之所以叫做Serval的 是为了纪念美国国务卿 西华德 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名字来的 西华德历史上背负了很多年的骂名 就是因为他买阿拉斯加 当年他花720万美元买了阿拉斯加 被美国人骂得狗血喷头 因为美国人都认为他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 而且不是亏小本 是亏大本 当时阿拉斯加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冰天雪绿一块大的冰疙瘩 所以美国人认为你买这么一块毛都没有的土地来干什么呢 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就为了这个事发明了两个美国的成语 一个叫做西华德的蠢势 一个叫做西华德的冰箱 这两个词其实是一个意思 可见当年美国人对于西华德是多么的不待见 但是如今我想没有哪个人敢说西华德做错了 当年西华德这个举动真的是造福了美国几百年 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他依然会造福美国人 西华德背了锅之后只能无赖的解释 现在我把它买下来 也许多少年以后 我们的子孙因为买到这块地会得到好处 是的 事实证明西华德没有错 他的话应验了 美国人何止得到一点好处 如今的阿拉斯加战略的地位我们下面再讲 单说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鱼液、木材、贵金属等等支援储备 那就根本不是720万美元的事了 要是当时美国不买 现在肠子都会轻 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 如果阿拉斯加还在俄国的手里 那么可以肯定 这块宝地现在并不会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它和俄国其他的西博尼亚的土地一样 恐怕也只能凭借荒凉冷酷的古拉格集中营而闻名 别说人均7万美元的GDP 恐怕是人均7000都很难 美国买到阿拉斯加固然是美国的幸运 但对于这块土地 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何尝又不是一种幸运呢 阿拉斯加距离美国本土最近的华盛顿州 也有800公里之遥 但是它离俄国的西博尼亚 却只隔着一道浅浅的白令海峡 到底有多近呢 这就是我开篇提到的 三公里 阿拉斯加和俄国楚科齐州是挨着的 他们俩的分界线是在两个岛屿之间 叫做拉特曼洛夫岛和小迪奥米德岛 两个岛屿仅仅相隔三公里 真正的隔海相望 一条有意的小船 滑着滑着也就过去了 不夸张的说 一颗举机枪的子弹都能威胁到对岸 所以我们印象中一直以为 美国和俄国是两个 靠不沾边的国家 其实严格的说 他们是仅隔三公里的邻国 这三公里其实也就是 俄国和北约最近的距离 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头羊 在二战后大大的强化了 阿拉斯加的战略地位 特别是在冷战期间 把阿拉斯加作为拦截苏联导弹的一个关键屏障 在阿拉斯加建立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防御基地 部署了大量先进的科技雷达 卫星控制站 可以控制所有美国陆海空和太空的导弹拦截装置 位于阿拉斯加的乌拉拉斯卡海港 也是美国空军和海军潜艇的重要基地 担负着丁烧亚太的重任 所以可以肯定 如果说北约威胁到了俄国的安全 那么根本不需要通过乌克兰 美国离你只有三公里 大型的导弹基地 军事基地就在你的隔壁 一颗子弹就能打到你的领土 要说威胁你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特别是美军部署了大量先进的F-35战机 在阿拉斯加的基地 要说打击俄国本土 那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怎么这么多年从来不见俄国人喊苦喊痛呢 而一个没有核弹的乌克兰还没加入北约 这就威胁到你了 几乎所有的俄国的邻国 这百年来过的都是提心吊弹 唯有美国人在阿拉斯加药物扬威 大搞军事基地的八十年 俄国人屁都不敢放一个 俄国人确实很坏 但是他并不傻 谁是软柿子 谁是金刚钻 他还是很清楚的 道理一旦深究起来 其实都是笑话 网上有个段子最能说明问题 俄罗斯善意入侵 乌克兰恶意抵抗 但是呢 责任全部在美国 是的 都怪美帝捡便宜 买了阿拉斯加 好 今天咱们的龙门正亚 就摆到这里 二爷在阿拉斯加 向大家问好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二爷故事 咱们下次见